美国全球战略中心正在逐步转移到亚太 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有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美国要对付正在日益崛起的中国 除了这个原因外 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不甘愿继续被美国驱使 迫使美国不得不减少干涉欧洲事务 转而将大量的资源用在亚太 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并不是仅由单一因素决定的 美国如何实施亚太战略 美国可能会逐步放弃北约 转而拉拢中国周边的国家 建立美国领导的亚太版小北约 据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4日报道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表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4月10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美日领导人将于下周宣布一项历史性协议 升级两国的安全关系 报道称 美日领导人还将宣布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进行前所未有的三边接触 美国领导的亚太小北约出行出现 成员国主要是美国、日本、菲律宾以及位于南亚的印度 美国将这三国牢牢绑在美国战车上的方式 是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也就是加强对日飞印的投资 同时向其出售先进武器 并适当转让一些先进的军用技术 当这三国得到利益后会为美国安全马后听从美国的旨意围堵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美日利益交换还包括美国默许日本进行军事松绑 也就是说美国为了围堵中国将会将二战战后秩序数值高格 逐步推动日本军事松绑 亲自附化日本这条恶欲 随着亚太小北约逐步形成 中国面临的外部形势恶化 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 一笔之道 环师彼身 印度和菲律宾跟着美国围堵中国 那中国就让这两国常常被围堵的滋味 前不久 中国深化了同印度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 遏制印度的岛链基本形成 近期 中国加强了同东盟国家的往来和合作 东地问 印尼 越南 老挝等东盟国家的高层已经访华 或者将在未来不久访华 而菲律宾形单影之 将被东盟孤立 可能有的人会问了 美国不会拉拢东盟国家吗 让他们像菲律宾一样对付中国 首先 一个国家的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这就决定了 用于外部援助的资源是有限的 既然援助有限 那拉拢的国家数量就是有限的 其次 美国在挑选国家对付中国的时候 并不是通过抛硬币来挑选 而是需要结合历史、地缘等因素 比如中国和菲律宾有岛礁争端 菲律宾为了抢夺岛链 要比其他东盟国家更适合成为美国的打手 当然 越南也与中国存在岛礁争端 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越南被揍得很惨 不敢再挑衅中国 除此之外 马来西亚也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 不过 马来西亚与中国经贸联系紧密 与中国翻脸搭在美国战车上的代价太昂贵